你 对 对不起 没事吧 有少将军看 没事 公主 你这是 听说少将军为了比赛专门学了刺绣 少将军为本公主做了这么多事情 本公主自然要助你一臂之力了 不是说根本没想过去公主吗 还聊得那么开心 不会假戏真做了吧 好 找东西就找东西 观众买 不认识 少将军别着急 如果在规定时间内没有解除谜题 我就去求母后多给些时间 你不认识 少将军翻到第八页 果然如此 我的生辰是八月初八 你看 这上面的第八页 第八行 有一首藏头诗 东南武部 走吧 嗯 有些人为了赢得比赛 真是不择手段呀 对 对不起 没事吧 有少将军在 我没事 那我们先走吧 嗯 不是说根本没想过娶公主吗 现在初双入对了 还这么关心她 男人的嘴 骗人的鬼 怎么了 小薄草 你没受伤吧 没有 月朴 我在上面找到的 这首曲子描写的是 黄昏的洞亭湖旁 晏群脸池飞落 我知道了 小薄草 我们兵分两路 你去这城珠府里的乐器房 我去后院湖旁 定能找到线索 嗯 这只臭猫怎么也在这里 正好找得问清楚 你怎么说 你怎么想过 开始 什么 你怎么想过 以后 有得 公主呢 越来越搞不懂这只丑猫在想什么 好了好了我知道错了 我知道你参加选序是为了 我 我 自作多情 看你能嘴硬到什么时候 自作多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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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抱紧我 快 快 自作多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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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 盘子洞啊这儿 这叫七彩线 莫学长呢 输的比赛 叫点生闷气的吧 他就这么输不起啊 还不是因为你 拔话说清楚了 少将军根本就没有打算娶公主 他是想赢得这场比赛之后 把驸马之位让给 让给有缘之人 他想得到白昏珠之后 当作惊喜送给你 没错 少将军确实有时 有点自恋吧 但是他对你的心意那是日月可见 只是不擅长表达而已 这臭猫嘴还挺硬的 我走了